花莲省政府为了复苏受疫情影响的国内观光旅游市场 22号下午在新天堂乐园举办花莲国旅借推美和会 邀请全国旅行观光业者及主流媒体共向盛举 积极推广国内旅游 努力抢攻国旅市场 期盼吸引游客重返花莲 迎接后新冠肺炎的旅游新时代 花莲省府为美和全国旅行业及花莲在地观光业者 共推国旅市场 扩大花莲观光产业的市场及商机 22日下午在新天堂乐园举办花莲国旅推介美和会 邀请县内包含理想大地度假饭店 花莲央月千禧度假酒店 芙蓉大饭店等观光产业业者 伴手礼业者 旅行社旅行同业工会等共襄盛举 在花莲来举办 也是复疫情时代 我们开始抽钱部署 希望能够让台湾 仍是台湾的乡亲 仍是花莲 而且更深入的更是花莲 而我们在旁边 有花莲非常多的我们的工协会 以及我们饭店旅馆民宿 更有我们的责伴首领 或者是我们的很多的旅游协会 我相信都可以提供大家最好的平台 让大家更了解花莲的四方秘境 再过来就是振兴旅游 那我们没有办法到国外去旅行 这段时间国内以外还安全 尤其在花莲是不确证的 所以我们知道只要启动了这个振兴旅游 国旅培展起来的话 花莲一定是观光人情 非常多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520之后 522我们就办了一个 所有的邀请到全国 所有的这个重要的旅行社 那来这边呢 跟我们的花莲的产业 观光产业的验证 直接做一个媒合 我们希望可以有这个平台 那县政府也推出了两个重要的一个政策 为鼓励旅行社带团到花莲 今年6月20日到11月15日 只要在合法旅游住宿一晚 就可获得奖励金 带团人数达1000人 奖励3万元 3000人5万元 5000人以上7万元 同时推出完花莲抽丰田 个人不论参加旅行团或自由行 同样在合法旅游住宿 并上活动官网登录资料 即可参加抽奖抽汽车 更多相关资讯 请搜寻花莲观光资讯网 记者长邦彦桀相报导 请搜寻花莲观资料